东风27可以用十倍的因素突防,可谓是威力惊人 也不怕说了,这原本就是为美国准备的 但是有意思的是,英国却先怕了 而且还给美国出这个馊主意 告诉美国如何拿下这东风27 大家好,欢迎来到张明论评 外界对东风27是非常的关注 可以说是持续的关注 而且西方就认为东风27是欧洲和亚太军力平衡规则的破坏者 它当然是一个负面的一个说法 不过这里边挺有意思的 就是说它还在过去那种霸权的惯性之中 还没有回过味来的 欧洲与亚太军力平衡 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平衡呢 这和你欧洲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种平衡其实就是指了原有的霸权体系下 所形成的所谓一种秩序中的这么一种平衡 也就是说旧的东西中 它觉得用这个东风27可以打破这个其中的一部分 因此而感觉到有一定的恐惧 这个呢也是少见多怪的这么一个事情 不管它说什么平衡什么规则都好 咱们先不管它 那么说回咱们的东风27啊 外界对东西很关注 也对它的很多性能呢 进行了各种推测 普遍认为呢 这个东风27呢 它是一种秤波体的高超音速武器 飞行速度非常的快 咱们不是做过一次这个试射的实验吗 这12分钟飞了2100公里 你要这么算下去之后呢 那每秒钟平均是达到了2196米的这么一个速度 如果是在3万米的高空进行突防的话 那可不是这个正好是10倍音速 啊这个史马赫嘛 就是以10倍的这个高速去可以进行突防 而且呢 东风27本身它也是核长兼备的 它的射程呢 也正好弥补了 东风26到41之间的这么一个空档的位置 射程可以达到5000到8000公里 用常规弹头 它重一些嘛 可以达到就是在5000公里吧 如果是用核弹头的话 可以达到8000公里 如果说以这个为半径画一个圆来看呢 那边可以达到美国的夏威夷这一带 如果是真往欧洲走 还真能是达到你英国这边去 问题是呢 英国对这个事情 干嘛要这么操心呢 而且要给美国出这种各种搜主意呢 这个自然是他自己做事有点心虚了 英国就给美国出这么一个主意 说呀 既然说咱们对这种乘波体的这种高超音速武器 它这个弹道太复杂了 水漂的弹道 我们拦不到它的话 而且速度又太快嘛 对吧 那咱们呀想个办法 就是给它除根 怎么个除根的办法呢 就是我们可以把中国境内的 它的发射基地 就包括它的阵地呀 它的发射车什么的 提前给它断掉 这个办法想的也真是搜主意了 那么英国呀 它对这个事情是比较敏感的 那毕竟嘛 作为一个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 特别是海洋霸权 它搞了这么多年 虽然说现在 这个衰落下去了 美国接了它这个班 但是它的这种敏感性 依然在这边 坏事做多了 自然就对各种啊 别人的一种进步 别人的一种强大 就会非常的敏感 就刺激到它了 那当然了 你说如果打欧洲 人为什么欧洲其他的国家 人家就不怕这个 人家不提出这个嘛 偏偏你英国来提出来嘛 这个就是你自己做的事情多 你自己心里边是怎么样 你还不知道吗 你看这个 现在的英国 虽然已经衰落下去了 但是还紧随美国 你比如说跑到南海 来搞这样搞那样的事情 航母都跑过来了 那正好我们东风27打你的航母 也确确实实是十拿九稳的这么一个事情 因此多多少少就会有各种担心就会出来了 另外一个我们看到啊 他们一再提到的所谓规则呀 所谓秩序呀 而这个美国和英国这个为代表的 昂萨海洋霸权 恰恰是它这个当今世界霸权体系中最大的获益者 那么如果说他们以前所搞的这个霸权体系 也就是这个规则呀 这个秩序一旦被打破了之后 那损失是最大的 英国呢 他就少了他的利益的来源 这也是他的担心之处 至于说他出的这个主意 那肯定是个搜主意嘛 你不管是英国还是美国 谁都知道这是个搜主意 全世界都知道个搜主意 这更多呢 是一种政治上的表态 是一种舆论上的造势 他要把气势造起来而已 这个也是他霸权的一部分 也是霸权的一种形式